台股怪談 節目有趣有料有看頭 和全台最強的分師 組成了台體克風隊 要幫大家精準掌握趨勢 快點進去 最速累積財富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每天都要準時收看喔 股票市場千奇百怪見怪不怪 大家好我是股怪教授謝承諺 歡迎收聽台股怪談 節目一開始提醒大家加我的LINE喔 小老鼠GP520 有任何想要了解的產業議題都歡迎跟我討論 那美股是持續上漲 尤其是超微喔 昨天大漲了4.5% 回答也跟進喔 上漲了4.4喔 所以費半啊 漲了1.9 S&P500跟NASDAQ指數 也連續8個交易日走高喔 那標普漲1% 納指1.4 道琼小漲0.6 也是第五天收紅 台股一開盤就佔上了季線喔 那後續有什麼 呃觀察的重點 我們今天節目呢邀請到林玉凱分析師喔 玉凱老師你好 教授好大家好 那玉凱老師啊過去在這個外資超盤市擔任交易員啊 也上遍各大採集節目喔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來賓 那當然今天我們特別請玉凱老師協助我們來觀察 台股再入挑戰機器人但是量人好像還是沒有相當的 呃充足喔 是 可是呢我們也觀察到了幾個族群 包含先進製程散熱機器人 相當樂弱喔 是 那聯總會禮拜四要公佈會議紀錄 禮拜五又有央行的年會 全球央行年會 是 那這個部分我們怎麼來觀察 好的我認為當然現階段大家對於 降息這件事情是已經沒有懸念了 甚至現在比較樂觀的說法是說 在今年年底之前大概會降到4碼 我認為說3碼到4碼這個都是目前市場上的一個共識的 所以說當然第一波先看這個9月份 會不會降息降到這個市場所預期的可能有一半的幾率到2碼 如果說2碼的話呢我認為這個對於市場還是會有一個正面的激勵效果 可是如果說一碼的話呢 這個就可能會有一點點中性或者是有一點點小失望這個成分在 所以說現在是9月中旬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 那再來就是說呢在8月底 其實就有輝達的財報即將要公佈了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接下來未來半個月大家可以掌握的一個要件 好那講到這個輝達財報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這一天在看這個玉凱老師的line 你特別把財報公佈之前你已經先預估了 我覺得這個厲害齁 你預估了這個美股盈餘啊營收的部分 這個數字跟大家透露一下 好美股盈餘呢其實現階段大概年增啊58%啦 大概約莫是286億美元 那本季的營收大概可以看到314至317億美元 那當然有時候回答就是會讓人出乎意料嘛 說不定這個數字可以再往上去做一些推升 那我也認為說股價有沒有先行反應 這個其實也是市場所在意的一個要點喔 因為其實昨天晚上的回答也漲了4點多個百分點嘛 其實從90.69觸底反彈以來 其實這一波漲幅也不算小囉 現在已經來到130元了 那目前呢市場上的這個預估值我們講 華爾街的平均預估大概是140 但是呢比較樂觀的展望呢認為是有機會來到200塊 所以我說200塊真的有機會到的話那也不簡單 因為140已經接近前波的一個高點了 其實前波高點140嘛 後來跌比較深也跌破100 最低有到90附近 所以等於是如果又重新漲回140這個幅度 也很嚇人 很嚇人喔 當然挑戰前高之外 大家更希望能夠持續的一個上漲 所以假如整個這個揮答的財報 也符合你剛才所談的預估的這個數字 那當然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更好那就更棒 那從這邊有 是不是也帶動了今天台股相關族群的表現 確實沒有錯 但是我認為啦現階段在操作上 我們給大家做一個小提醒 因為其實隨著台股從底部到現在19662 到今天高點啊已經上漲了超過2900點 2900點 對超過將近要3000點了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第一棒走的一定是全值股 台積電啊聯發科這些大型股先漲 台積電其實現在已經也來到將近要1000塊 可是我反而最近我發現有一個現象 一開始是這個貴買指數比較弱 對 加權指數稍微撐著 然後在下跌的時候反而是貴買比較弱 可是在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留意到 貴買到今天已經走出一個連八紅的格局 而且呢如果我們以均線啊月季線來看的話 其實貴買指數老早就已經站在月季線之上 今天已經是站穩的第二天了 但是其實以加權指數來看的話 它直到今天喔 如果我們以60MA來看的話 它是直到今天才來去做季線的保衛戰 還要突破不突破這樣的一個味道 所以說當然現階段整個貴買強於加權 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情 那我認為說這個也說明了現階段 資金開始慢慢的往一些中小型股流入 因為確實全值股大型股 他們之前為了拉升指數也已經先漲了一波 那現在市場的資金反而會回過頭來去找尋這些 可能相對位階比較低還沒有創新高 可是呢它又有潛力 有底氣的這些股票來開始醞釀做上工 所以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就是說 因為你股市的跌升 你反彈你還是要加權指數先來穩定均心 所以第一波漲的就像玉凱老師講的 就是台積電這些大型股 可是也確實喔 反彈上來以後反而台積電就停了 當然不是說這股票開始有問題 而是說它好像階段性任務 到這邊先告一個段落 至少先把均心穩定上來 但是目前大家擔心的就是說 大盤在晶晶漲的過程中量能一直沒有辦法放大 結果玉凱老師說 因為我們太聚焦在加權指數了 結果忽略了貴滿 其實已經你說連 連八紅 所以這是背後代表的是說 當均心穩定的時候 其實內支的攻擊力 其實比外資還猛 沒有錯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 在目前你所看到的貴買連八紅當中 哪幾個族群其實你已經看到 它這個發展的一個潛力 好的 因為其實像最近蠻多的題材都有在做聚焦 比方說我們等一下下半段會提到的 這個機器人展 但是機器人展我覺得到最後可能會有一點點 大家比較擔憂的事情發生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特別說 是 第二點當然 COAS的設備 COAS 對 COAS這波還是很強 我們就講COAS當中 比較具代表性的一檔 3131的紅塑 對 其實在台股大跌1800點那天 它有顯現出一個非 非凡的一個氣度 怎麼說呢 這個教授我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其實在8月5號 跌1800點那天 基本上 很多800多檔股票跌停 那天你只要說跌半根停板的 那個我們都叫強勢股 對 對 可是當天的紅塑它是收漲兩個百分點 所以大家都跌停的時候 它鶴立肌群 是的 對不對 那天收紅的股票真的是屈指可數 可是它是收紅的其中一檔 那後面也真的 大盤回穩了 它就真的漲了嗎 對 再回穩 台股其實大概到現在還漲不到這個3000點 對 可是其實紅塑老早在這個8月14號 它已經先創下歷史新高了 對 後面是連續幾天都一直在往歷史新高衝的 其實波段的高點已經來到2090元了 所以等於就是在反映你剛才講的COAS這個議題 是的 對 那確實其實台積電這邊 或者說幾家的這個相關設備廠 法術會他們也都透露一些相關的資訊 就是說在COAS的不論是需求 過去大家講說可能會有倍增這樣的現象發生 現在可能不只是倍增 可能要到三倍增四倍增 所以是嚴重缺貨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COAS是大家可以留意的方向 那第二個就是說其實從昨天開始 應該大家有留意到有一個產業 算是蠻整齊的全面性的來做上工 就是所謂的CPU矽光子這個租金 剛好其實也有我們的這個 因為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在廣播聽之外 也可以搜尋小老鼠STOCKHOT 結果其實也真的有這個粉絲留言在問說 那如果台積電會帶動這個COAS 那照道理這個矽光子CPU 不是也會跟上嗎 其實也是不錯的 所以你剛好就來談這一塊 對沒有錯 那當然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它位階其實偏低 對可是呢它在偏低的過程當中 我記得我上禮拜上上禮拜來的時候 我們有講過一個重點 台股下跌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把季線跌破了 可是如果它還能夠 挺在季線之上的股票 表示說這個叫強勢股 是 這相對強嘛 那我們可以留意到 比方說像你說3450的聯軍也好 這一波季線是守得很穩的 3163的波羅威 剛好季線也是守住的 而且今天就強攻漲停了 今天就強攻漲停 或者是光盛 其實相關的這些概念股 整個族群它其實都是把整個季線都守得牢牢的 一個相對強勢的格局 沒有被破壞 那當然等到題材一來 航行一穩 它就可以領先去做一個表態 哇 所以其實 對於產業的一個追蹤 我覺得還是要有 這個深入的一個研究 對於股市的一個操作 才不會有時候隨波逐流 然後也不曉得 怎麼樣去掌握到 後續一個上漲的一個趨勢 當然下一段回來我們 就來討論大家非常關注的 人來風 機器人展 有什麼值得觀察的一個亮點 歡迎再度回到台股怪談節目現場 我是古怪教授謝承諺 也提醒大家有任何產業問題想要了解 也可以叫我的LINE 小老鼠GP50跟我說 好不好 那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固定邀請到的是林玉凱分析師喔 到我們節目中來 那玉凱老師過去在 外匯超盤式擔任交易員 這個是一個非常 不簡單的一個職務 為什麼第一個你要具備 相當好的語言能力之外啊 你要眼觀 真的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喔 因為國際 國際市場的狀況喔 貨幣市場的變化 其實都要持續的關注 所以今天我們也特別聊一下 因為據說黃仁勳要來喔 你過去在外匯超盤式 你有沒有消息 他到底有沒有要來 因為這一次 攸關的這一次的這個 機器人跟這個 這個自動化設備的這個大展 你怎麼看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機器人的議題 好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講 我認為啦 就常理研判的話 他是不會來的 可是 市場都傳這樣的訊息啊 真的喔 現在你去Google 鋪天蓋地的新聞 都說黃仁勳要來 黃仁勳要來 就是講的好像跟真的一樣 而且媒體都直接用人來瘋欸 對對對 用人那個是黃仁勳的人 我想這標題下得真好 對很誇張 那當然大家會這樣子去做聯想 因為其實這一次 這個展覽的全名叫做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當然主要內容有自動化有機器人 3D列印喔 物聯網喔 雷射應用等等 那當然在機器人的部分 他有分喔 又工業型機器人 又服務型機器人 這兩大類 那他覺得說 欸那好像跟 現階段黃仁勳在主打的機器人 這是最息息相關的吧 對 可是 為什麼我會認為說 這一次黃仁勳來的機會 真的不高喔 可是這一次 等一下喔 你還沒講你的想法之前 我要先講喔 因為這一次不只有台灣的廠商參展喔 是 據我所知 其實日本很多大廠也有來喔 對 發納科 軟銀啊 都有來喔 這一次的規模很大 我不確定是不是最大 但是這一次有1200家的廠商 對啊 還有很多國際大廠喔 對 所以你確定黃仁勳不會來 我覺得不會 我來講我的邏輯 大家去聽看喔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黃仁勳在上一次來的時候 他有預告 說大概是 接近年底的時候 他會再來一次 喔 你說現在才八月嘛 好像還沒有收到預告 對 你說他上次預告說 下次是年底 年底 接近年底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點 你勉強都還可以算年中嘛 哪來的年底 好這第一個 好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其實每年的10月18號 是鴻海的科技日 是 對 因為他會選在郭台銘生日的時候辦嘛 對不對 這個馬屁要拍在屁股上 對 然後可是這一次呢 鴻海科技日還有提前喔 提前10天到8 10月的8號 其實也要脫離一點點 郭董的色彩 對 然後當然就是記者就會問嘛 欸 你們這一次 一改 常態的就是說 欸 選在10月8號 是不是有什麼重量級人物要來 是不是黃仁勳 喔 欸這個一定是比郭董更大咖的要來嘛 你才為了他改齊嘛 對 然後那個鴻海方面呢 就是笑而不達 不置可否 唉唷 對然後他就跟這個記者講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欸這個就讓人有一些想像空中 所以如果照這樣來講 我是黃仁勳 我就不可能8月 因為坦白講 他 先不要講美國到台灣來 到底要飛多久 是 光他這麼忙 而且8月底他要公布財報 對 那 他必須在現場吧 對 要吧 對沒錯 那8月10月12月這樣一直來 是 那你這個機器人 還有你講自動化設備 這個展覽到底 是不是這麼重要 沒錯 對不對 對第三個重點 剛剛教授已經講到了 8月28公布財報 我CEO難道不用在嗎 我不用去回答法人跟媒體問題嗎 如果真的不在 我覺得那衝擊就大了 對啊 公布財報然後大家一片看 結果我人沒在 這就不對了 所以如果照這樣的話 他今天來 兩三天就要走了 對 就要趕快趕回去了 那也太累了 太累了 我時差還沒調完 所以這樣推論下來 我蠻認同的 你這樣講完我覺得說 好像真的不會來 那為什麼他們要用這個議題來帶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吸引這個展覽的吸睛度 是 對希望大家來積極參展嘛 喔 主打一個黃仁勳 欸對不對 大家可能就會來啦 不過這一段時間確實機器人 相關的個股的表現很強 那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最後 等到展覽結束 然後 黃仁勳也沒來 然後股價就跌呢 有沒有可能 還是說 這個跌也沒有關係 因為畢竟 產業面是看好 我們應該怎麼去解讀接下來 機器人相關產業的表現 好的 因為其實我上半段所講的這個小小隱憂 就是這一點 就是因為畢竟現在 已經講得沸沸揚揚的 對啊 大家都在傳說黃仁勳要來 黃仁勳要來 那到最後如果真的不來 會不會有一點點的失望性賣壓 我覺得當然失望性也許會有 但是賣壓會有多重 是影響一天還是兩天 這是其次 可是我覺得現階段 我們要幫助大家的是 我們如果去挑選機器人類股當中 它本身基本面就還不錯的 那當然 就像我們上段講的 台股在大跌的過程當中 能夠去抗跌的 表示它有底氣 對 基本面有底氣 營收表現好 EPS表現好 那自然即便是黃仁勳不來 這種失望性出現 它也能夠相對抗跌 甚至後面有機會走得更遠 而且如果說 今年的半年報出來 它表現就已經很穩健了 是 那隨著下半年的產業力多的發酵 應該會更有機會 是不是這個邏輯 沒有錯 好 那在這當中 可不可以先舉幾個例子 帶我們 來了解一下 你對於選股方面的一些想法 好的 我們就先舉一檔好了 像亞光 亞光 亞光最近表現確實不錯 最近表現非常好 那為什麼我先舉亞光 因為其實亞光過去啦 大家不會直接聯想到它是機器人相關 你這樣講 好像是對 亞光就光學鏡頭 是的 沒有錯 然後比較屬於車載的 是的 那當然他說 機器人的那個 我鏡頭也需要嘛 我也需要鏡頭嘛 機器人需要鏡頭 這個部分 裕凱老師解釋一下好了 因為我不確定我們聽眾是不是真的 都理解說機器人為什麼要鏡頭 因為機器人它是需要視覺的 視覺 對我才能去判斷嘛 我們不可能只靠雷達去偵測說 我跟障礙物的一個距離 我當然還是需要一個鏡頭 去判斷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應該是說以前的機器人我們 傳統的觀念 是 就是比如說掃地機器人 對 它是沒有鏡頭的 它只需要雷達就好 對然後或者是 比如說拖地機器人 反正就大概這一類的 但是現在機器人的發展已經不一樣了 對 或是說我們講工業手臂也是機器人 那個也不用鏡頭啊 但是你剛才提的這個是 接下來發展當中最重要的突破 是 對我們需要鏡頭 因為我們需要去辨識 跟人眼一樣 我們需要去辨識我們所看到 遇到的每一樣東西 是 我們必須知道它是什麼 是人我們要避開它 是障礙物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說其實現在AI化的機器人 它是要做到這樣的程度的 所以難怪從上次黃仁勳來 他就提機器人就所羅門嘛 是 股價就大漲嘛 後來大家都開始 因為所羅門其實是敢測的 是 然後就一路到現在 那回來談一下亞光好了 好 那可以理解 跟鏡頭有關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跟機器人扯上關係 好的 因為其實就是說機器人它 畢竟一個人這麼大張 它有很多零件都需要 所以當然 鏡頭也是它的 組成的很重要的環節之一 那當然亞光就等於說跨界 有機會 接觸到這樣的訂單 那當然就被列為所謂的機器人概念 是 對那這個時候呢其實在上漲的功能當中 我們就可以去評估說 到底你是 漲真的漲假的 對 那剛好上半年的這個半年報 全部都公布了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 因為其實上半年它的EPS 達到1.99元 1.99 對那其實它去年全年度 也才2.78 2.78 所以假設 我用今年上半年的1.99 算2塊好了 乘以2就4塊 4塊 哇那比去年多很多 多了至少3成到4成 對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公布的這個 7月份的一個營收 欸 也是月增加年增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種股票有底氣 所以說 假設真的有一個 黃仁勳不來的一個 失望性的小小衝擊 我認為它的股價影響也不會太大 是 可能反而是滿一點 說不定喔 對不對 好那所以其實我們 類似用這樣子的概念來去看 我們今天就幫他整理了五檔股票 不一定講得完 我們再講一檔 好 像自貿也是一樣 自貿 對它是做這個自動化設備的 自動化設備 那當然原本大家也不見得 會把它跟機器人做直接的聯想 對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好處 因為有些股票 比如說像剛剛教授講到的 你說 像這個索羅門也好 索羅門現在連大媽 市場大媽都知道 對啊 或者說索羅門之後 又來一個羅森門 羅森門 那這種就是很 很純粹在做機器人這個題材 是 對 那其實相對來說 它的風險性就高一些 對 那你說像亞光像自貿 它本來本業大家所 了解到的不是機器人 反而相對來說 我覺得風險會分散一些 那自貿 它公佈的這個獲利狀況如何 是的 上半年EPS5.61元 5.61元 對 那去年全年度呢 也才9.45元 喔 也所以 如果這樣推估下去 當然下半年一定比上半年好 是 但光這樣的數字乘以2 就比去年好很多 對 就至少賺一個股本以上了 對 對 再加上我們一樣看7月的營收 月增 年增 表現都還不錯 所以這種股票我們就認為說 相對的 欸好像是比較能夠抗跌 那後續也有機會再持續做表態 好 那因為這一次我想機器人 不光只是這一次大展是一個短線的議題之外 也是未來長期產業發展的趨勢啊 所以玉凱老師啊特別整理了一個機器人五大金礦股啊 透過基本面還有營運以及這一波 股價相對大盤強勢這樣的一個條件去做了一個篩選 當然詳細的一個資料的細節整理在這一份資料當中 沒錯 也請邀請大家來索取喔 小老鼠WIN WIN16888 因為玉凱老師啊這一次準備了這個資料 我覺得是相當的我想驚豔啊 因為第一個除了搭上機器人的題材之外 還有真深入的把基本面的部分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一個整理 甚至包含在這個個股的這個技術線型的一個表現上 去做了非常嚴格的一個篩選 沒錯 所以這個機器人五大金礦股的資料 要來提供給我們的粉絲我們的聽眾朋友 所以記得趕快來索取小老鼠WIN16888 那也非常謝謝玉凱老師今天的一個分享 希望大家都很有收穫 我們明天再見喔 謝謝大家 掰掰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